你这光盖那儿啊 这边这边 这儿也漏着水呢 这儿 我说你半大小子 吃完完香 你这点事你都不能啊 我不干了 你当初不是答应我 让我吃好的穿好的 不干这儿我 我不干了 宝贝 小祖宗 我不是冲你 我是骂的马的冲呢 这个王八蛋 把这盐网人一堆 怎么这么晚了 拳武爷在盐价高涨的时候 从马德昌的手里 接手了十万两银子的折盐 本想着大赚一笔 没成想现如今 不但盐价一跌再跌 更是销售无门 这下算是彻底砸手里了 更惨的是随着梅宇的到来 他手中的几百万金盐无处存放 又将再次损失惨重 气急败坏的拳武爷 不但带人砸了马家 所有的盐号铺子 更是想置老马于死地 老阿和老汪正在衙门 谈论乾隆南巡的接驾事宜 拳武爷就找上了门来 大人 有人闯进来了 什么人 他说他叫拳武爷 小的拦不住 他自己就进来了 拳武大爷 何先生 在 替我招呼一下 是 大人 您这要是不方便 我替您招呼 有劳王组上了 拳武爷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 他今天到这里来就一个目的 逼迫老阿把老马抓起来 谁让自己不痛快 他就让谁不舒服 面对一向豪横的拳武爷 老汪却是丝毫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呦 汪总上 敬您一日 你来之前 这屋里就我一个人 你来了 这屋里怎么还是我一个人 见老汪骂自己不是人 厚脸皮的拳武爷也不生气 反而是阴侧侧的挑唆老汪和老马的关系 这马德昌处心积虑的害你 你到现在倒还给他擦屁股 要听着什么了 哎 他管我借银子 说要把扬州市面上的盐都收尽了 价格任他定 银子任他赚 可到了呢 到现在这银子没收上来 把我倒拉下水了 我不是见到银子 动了心了 哎呦喂 您别跟我斗嘴皮子了 这马德昌要不逮起来法办的话 咱这事没办法 一看拳武爷如此硬气 老汪也来了兴趣 他倒想看看这个拳武爷到底有什么本事 一看到老汪明显就是想包庇老马 拳武爷开始扯虎皮做大旗 他表示河深过些日子就会到扬州 虽然拳武爷搬出了河深 但老汪仍是丝毫不为所动 河大人是半价 皇上也来 眼看老汪软硬不吃 拳武爷也有点着急上火了 他直接开始赤裸裸的威胁 这三亲子就是指无赖流氓 殊不知他自己才是最大的泼皮无赖 眼看这个拳武爷还在自己面前 一直喋喋不休的装逼 老汪也不跟他磨叽了 让他侧耳过来 通州落河一龙殷池 这澡堂子我去过来 拳武爷一听瞬间脸色大变 汪大人 汪总书 我有眼不是泰山 冒犯您了 冒犯您了 日昌蓉的银票呢 我还 我还 拳武爷之所以认诵如此之快 是因为他的老底被老汪揭穿了 其实这个拳武爷就是一个澡堂搓背的 因为和刘泉搭上了点关系 于是就在扬州打着河深的幌子招摇撞天 老汪一早就知道他的底细 但也懒得搭理 可没想到他却蹬鼻子上脸 如今老汪答应老马要帮他收拾烂摊子 老马的是他自然要帮忙 这才主动出头帮他摆平拳武爷 王祖上 您是君子 我对君子是君子 对小人就是小人 滚 就这样 这个让卢德公和马德昌 为之如虎视为靠山的拳武爷 被老汪一句话吓跑了 然而拳武爷却并不会就此消停 毕竟虽然老汪知道他的底细 但不代表所有人都知道 没有别人的福祉 没有人的福祉 和父母说 院长 院长 在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